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这个标志都是这种蓝色的吗 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这是台什么东西 哦,油箱在前面 那这个是什么呢 哈哈,不跟大家扯了 这台呢就是全新的2017 克莱斯勒Pacific Hybrid 应该是 至少BC省应该跟着第一、二台吧 这是唐大叔呢一个客户 Factory Order 今天刚刚到 现在准备正在办提车手续 唐大叔赶快跑出来偷拍一下他的这个车 那之前唐大叔介绍过这个Pacific Limited 基本上呢唐大叔简单看了一下 这台车呢和汽油版的Pacific 那个Limited应该是非常类似的 对吧,前后Sensor 大眼睛的ACC 旁边盲点监控 可以自动停车了 那这个360保护 里面的呢也是有DVD组 超大天窗 轮子18寸的 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冷热以前面 这个东西基本上配置我瞄了一下 就是一个顶配Limited 那在加拿大版呢 咱们只有两种 这个Hybrid型号 一种就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根本就没人看到过 但这车挺有意思的 首先呢这个 Stitching全都用这种蓝色的 对吧 Hybrid绿色环保的 绿色环保有什么蓝色呢 Anyways非常的帅 然后呢 啊中间的Stoy & Go呢 咱们就没有了 因为呢所有的电池 这个电池板 啊 Better Pack呢全都是在下面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 但是后面呢依然保留了Stoy & Go 那有一点我看到了就是 在Limited的汽油板 你是可以选这块电动的椅这块 除了这里之外呢 我感觉这个从级别来讲就是Limited 当然这个就不配这个吸塵器 而是配的这个充电的一套东西 那因为有这个后面DVD的U-Connect系统呢 双这个驾驶位还有这个副驾驶 后面都有这个DVD 它里面有一套耳机啊 控制遥控器什么的 当然Pasifia唐大叔 他之前做过非常详细的介绍 包括设计理念啊和车型介绍 那这个车就是第三方的话说 确实公认可以说 这个是目前最好的商务车吧 或者我们在国外也叫妈妈车 搭这个买菜车娃娃车 当然好听一点就是商务车这种叫法 DVD两边都有 还可以玩游戏 还可以看东西 看东西的话呢 第一这里可以大量的插口 USB也好啊 什么东西也好 第二的话呢 大家每个人都有 你可以看你的 我可以看我的 第二排应该是有加热座椅的 前排是冷热椅 过来不用说了 前面两个椅子都是Power的了 可以电的了 所有的窗三排都能打开了 小地毯上Hybrid的标志 特别的漂亮了 这块呢唐大叔刚刚提了一下 相当于Limited一样 当然这种简单的蓝牙什么的 全都有了 那这块ACC的也有了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唐大叔已经讲过 简单说的话 除了传统的这种 我们出去长途旅行的时候 可以控制这个速度 对吧 在高速的时候 它现在可以控制和前车的距离 而且开的时候可以调整 那车帮你来控制速度 另外里面这个呢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当你打开的时候呢 这就算打开了啊 没错 这就算打开了 vehicle 已经ready to drive 但是没有声音的 刚刚唐大叔已经和这个 来提车的这个朋友客户 已经去试一下 真的好安静 这个车 开起来很爽 前面这一大堆标志 但是最主要可能是这块 有点不一样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那在 在这里 下面呢 告诉你油量还能开多久 上面还有个电 因为这个全新车刚到 电都没有冲进去 所以现在这块没有显示 从官网上说的 这个油耗已经好到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比喻或形容了 感觉上这一箱又能开一个月的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 具体数字 我回头会列在边上 我也不记得了 回头这块 大家来看吧 肯定慢慢就会有评测了 那他当时最主要呢 给大家全球手册一下 给大家看看这个Hybrid 目前呢 在这个全球 这个省油就三种方式 柴油 油电混合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就是引擎会关掉 在红绿灯那种 那那个在欧洲用的比较多 在自由光线也有 所以现在这个油电混合 如果真的是 是让他宣传的 哪怕是类似 或者接近的话 这也是很夸张的 第一车真超近 现在已经是行驶 可以开了 完全没声音 开起来之后呢 有点像特斯拉那种 一点点声音 引擎呢 反正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开会用吧 但是刚刚我们开一天 真的觉得 第一印象就是很 很近 那第二的话呢 这车本来就是超级舒适 九速变速 对吧 然后里面的配置 非常的好 用的Uconnect还好 一些东西也好 全都是第二代 像触屏这块的话 简单来说 第一 不像原来这样有边上 就一体式的 全都在这个中间 Center Console里面 第二的话 触屏的速度感觉明显 比之前要更灵敏一些 那解析度也是比以前更高一点 而且又偏偏偏蓝一点 大家知道 荧幕一边有两种颜色 偏这个暖或者冷 就偏冷戏的 看来眼睛比较不那么累 而且这个蓝色Stitching 很有意思 座位上啊 也有啊 这个上面 那这块到唐上说 简单说过了 如果你有大眼睛 前面ACC旁边的满点监控 还有配合后面前后的Sensor 你是可以到后停车的 那唐大叔呢 用这个很短的篇幅吧 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主要的一些feature 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看着就很爽很酷 说心里话 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这台车 呦 现在呢 开了一会儿冲到1%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电的显示 有一格电了 终于 另外一块呢 唐大叔连自己都有点动心呢 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一款车 在加拿大 现在有正辅的绿色 就是环保的Rebel 5000块 等于说最高那一档 一般来讲的话 环保车 这个电车的话 它都会更贵一些 但这个车呢 应该也是6万多 但是减完5000之后 变成5万多 那再加上 如果说一箱又可以开一个月 平时它随车辅送的这个充电器呢 是家里那种110V都可以充的 那你可以买个Mopart 220V可以充 就是充得更快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一箱又能开一个月 这车有5万多 这个配置的话 等于说顶配中顶配 最好的minivan 驾驶 外观 各方面 这真是有点让人没办法不动心 当然这台车只有两驱版 那像有一些这个丰田的车 它是有全驱的 但全驱就全驱 它不是真正的四驱 你这里并不作为一个主要的 就是我觉得说真的谁有优势 并不是这样子的 全驱不是木马人 它不是四驱 这个雨天可能有点帮助 到了雪天 前驱和全驱应该也差不多 主要还得换胎 换雪胎什么的 所以这块刚好想到提一下 大家看一看吧 最后 再来呢 超大天窗 后面还有一个天窗 对吧 原来叫全景天窗 现在是超超超级全景天窗了 现在的 这种自由的感觉堪称木马人了 这样的一台终极的家庭 要外观有外观 这个要舒适有舒适 要配置有配置 要有好的油耗 有好的油耗 非常令人期待一款车 大家共同关注 拭目以待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 如果看了这个视频 觉得还不错 记得给大叔点赞了 如果还没关注唐大叔 记得关注了 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视频 如果你住在温村 对这台车感兴趣 或者显然吉普 当然唐大叔讲很多吉普 欢迎加我微信 联系我 那如果在加拿大奔哥华 可以找唐大叔来看车买车 支持一下我的业务 好了 废话就不继续说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